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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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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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起來冷了有別 還可以怎麼樣來操作呢 怎麼選股 另外寶瑞2月營收也是大爆發 連續兩天今天昨天都大漲 但是營收上週就公佈了 為什麼這個禮拜才發動 請問吳苑嘉老師的最新分析了 特斯拉股票回檔 但是女股神她力挺相挺 加上比亞迪跟福斯都說 她要跟特斯拉來來先拼先 車用股真的熱度非常的夠 有機會望個一整年嗎 但電動車持續的輪動 股票非常多 怎麼樣來掌握節奏 很難沒關係 拉回買就安心 但拉回可以買什麼股票呢 而這個車用股之外 光學股難道行情走完了嗎 下半年很多的蘋果新品要問世了 電動車裡的大量應用 光學股誰有機會 請問鄧老師 我要回來鎖定五期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學會 美國的矽股銀行 這個爆雷有慢慢的被消除 陰影的看起來 加上美國的CPI 並沒有看到比較大幅度的上揚 昨天美股回誰 台股今天也是開盤就大漲 不過今天有一點點虎頭蛇尾 為什麼航運股居然非常的不給力 昨天長榮公布了要配息 這股息70塊 這麼豐厚的股息 創下40%的殖利率 為什麼今天航運股沒漲 跟上次陽明公布股息不一樣呢 好 大盤今天開高走低 最終上漲27點 收最低 收在15387 成交量2428億元 好家在 大人都還滿穩的啦 包含台積電明天除息 股價上漲 連電表現也不錯 潤太新因為沒有要來配罰鼓勵的關係 加上財報不如預期 今天打到跌停板 那長榮成交值爆出257元 佔比超過大盤的一成 發70塊的鼓勵 為什麼股民們水手們不領情呢 好 想問一下老師老師 今天是這個結算日 台股壓低結算正當 但是大家最關心 明天開始下禮拜的行情 又怎麼樣來做觀察呢 應該是非常的極度正向 各位 怎麼每天都正向 我們看一下 各位請看 我們看這個區間 來 我們先看這三根K棒 這三根K棒 一根一陽二陰 所以這個叫做內困形態 關鍵在於第三個交易日 這一天 這一天是禮拜幾 這一天是星期四 我們講過 就是每周四台股 會產生一個新的周循環 所以恭喜大家 我們把最痛苦的這一周 把它過完了 對 因為最痛苦就這一周 來 各位請看 我們把這一天得出 當日的最高點跟最低點中間值 守不住代表 接下來它是要往下走的 難怪這禮拜比較弱 那走到什麼時候 走得到今天 那今天 你說今天開高走 你一個長長的上一線 又內困不一樣 你說哪裡不一樣呢 不一樣這裡叫做15382這裡 這個15382它守住了 那為什麼是382呢 因為這一天 這一天是一過十七 一過十七就是台股的封關日 你把封關日當天台股的最低點 加上最高的15897 所以我們來看 過去這一段期間 是不是全部守在15382 那請問今天縱使周循環是弱的 今天是開高走低 所以低的它有來跌破嗎 沒有 所以整體上 我們認為呢 脾氣太來 好 15387有守住 這青孫開放盤以來 到最高點當中的平均值均價 加上結算之後 本週最壞的狀況過去了 那明天開盤要守住 什麼樣的關鍵點位 能夠迎來比較多頭的 行情的一週呢 老師要是等一下會輸 我們先從這個CPI來觀察 對 我們先看一下CPI 其實整體上 今天特別講這個東西的用意 在於每個朋友 你應該讓自己擁有 不受外力干擾的能力 你說我怎麼不受外力干擾 因為你可預期的 不管是今天明天 甚至於未來一個禮拜 下個月都一樣 你會一直聽到永無止境的 連準會要升兩碼 三碼 降一碼 這個會一直發生 可是我們講 要看話頭 聽字眼 什麼叫看話頭 聽字眼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請看 CPI最高是衝到9個百分點 上個月之前 上一次的公佈降到6.4 昨天最新的 是不是當到6個百分點 好 連準會的預期 我們先講連準會的講法 連準會就是說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責任 就是要把這個通膨怎麼辦 CPI就是通膨 我要把它壓到2個百分點 他一定要把它壓到2個百分點 就是說我用盡貨幣政策 就是我要升級 然後我的目標是什麼 不管行情怎麼變化 我就是一直升級 讓怎麼樣 讓CPI當到2個百分點 這個叫做一開始的講法 可是在上週 各位你要聽鮑爾的話頭 他講什麼 他說沒有錯啦 我們的內規規定是這麼走 可是我們根本沒有照著 這個方式在做執行 對 所以這個不重要啦 我只能告訴你 你大概知道 他不會照著這個走 也就是說 股市只要在大跌 他升級一定是要縮手 一定縮手 他唯一升級會持續展開 就是股市每天一直去 那他就會了 所以整體上呢 你應該把真正的關鍵點 拿出來 你自然而然就有克服 這些新聞的衝擊的力量 好 回過頭來 我們舉例以今天為例 好 我們剛剛講到 因為周循環是負碼 所以他今天是一路往下跌 但是我們又不能保證 他一定會往下跌 所以該怎麼辦 我們講過 你把開盤之後 交易量一定會遞減 遞減過程 你把單一分鐘的 最大量抓出來 你一抓出來 早上的9.07分 他在前半場表現很強 這15478 多空分起點 是不是在478之上 你當然可以樂觀 但是當他守不住478呢 那就不一樣了 你就獨定沒辦法 今天就是收最低的 所以整體上呢 明天你也應該這麼看 加上明天是最重要的一天 因為明天是星期四 對 所以你把明天的強弱關鍵 一個叫做 最主要就在於 把明天的成本抓出來 好 你自然而然對未來一週 你就輕鬆了 好 回過頭來我們看左側 來 各位請看我們講過 這裡叫15624 這一條線叫15624 15624怎麼來的 就是18619歷史最高點 加上從18619怎麼跌的 他就一次把你跌到12629 這個叫40 所以台股來到15624 這是周線 所以你給他算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這是不是已經六個禮拜了 對 就是這裡會走六個月 所以你已經知道 他會走六個月了 所以你也不要指望台股 這裡有大幅度上漲或狂跌 不會 你說難道不會跌嗎 我看右側 好 這一條叫15624 底下這一條叫15381 這裡叫1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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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都守在381 他守不住381 那就準備要大跌 好 那會不會守 那381從哪裡來的 好 也就是 去這一次封關日是在1月17號 1月17號當天的最低點 落在14884點 最高這一次來到15879 所以你給他看 這整個形態 你都已經幫他算好了 多算勝少算不勝 他說我的責任 只要守住381就好 衝過624 你要找到會長的股票 不一樣囉 對 所以接近381 你當然正向樂觀 衝過15624 行情很熱絡 你反倒要適度要提高 要警戒 所以老師 我可以大概抓出來 就這個區間 對 就是這個區間 看到15381的時候 找股票買 可是套進15624的時候 可能就做稍微的獲利調節 對 就要警戒 衝不過去的話對不對 所以其實蠻多的股票 是有機會的 那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可能是貨櫃三雄呢 貨櫃三雄最近陸續 都公布了股力政策 我記得上一回陽明公布 不如預期 只有那一天股票大漲 那萬海是前兩天公布 只發5塊錢 股價給他狠狠的修理 到了快跌停板 那昨天是長榮 大哥長榮非常霸氣 發了70塊錢 網友還說買長榮送萬海 可是為什麼發這麼大方的股力 有殖利率41% 今天股價是開高走低呢 那當然有一些 這個除息的現金啦 就因為除息70塊錢 要課28%的重稅 所以每股稅金高達20元 會有小心大戶的氣息賣壓 或是到目標價的時候 記得要跑一趟 因為你可能要腳蠻高的稅金 那高現金鼓勵除息 不要用融資買金 因為加除息機制 可能會遭到強迫的斷頭 老師我想問 貨櫃三雄為什麼 上次陽明就有辦法大漲 長榮今天會長這個樣子 整體上很快速 大概這是什麼意思 我簡單講一下 比方說除了現金股息70塊 這個70塊 我在國稅局的立場 不管你買長榮有沒有賺錢 那不重要 只要你有一張長榮 你的綜合年度所得就是一張 你就是所得你就賺7萬 這樣的立場就是 你買10張 你光是這個除息 就已經收入70萬了 這要納入你的年度綜合所得 所以整體上雖然配股息很高 那要提防這個部分 要納入你的綜合所得稅裡面 好 提醒 我們來看這杯表哥 我們很快速看一下 當然我們會在LINEET上面 持續幫大家追蹤 今天最有意思的就是長榮 各位請看一下長榮 長榮在3月10號 13號 一直到昨天的14號 他都是5分 一直到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他原本也是5分 可是接下來他是不是一路大跌 你跌到沒有5分的變成3分 就是說他已經跌到把50分 50分趨勢指標的WMA 50分的MACD全部由正轉負 就是本來是5分的 今天早上一度都還是5分的 被殺到變成3分 所以代表說你要小心 關鍵在於 他為什麼要5分變3分對不對 就因為你要去做比對 你自然而然你就很清楚 要提防說今天有可能會做一個下修 你說我怎麼做比對呢 我們先簡單看他的一個走勢圖 好 沒問題 各位請看 這是3月10號 3月10號是不是拿到滿期分 滿期分他在告訴你 我會去 我會一直去 不知道要去到什麼時候 所以他就漲了 一直漲 一直漲 今天不就大漲了 早盤還在5分 然後接下來從大漲 哇 被殺下來 OK 硬是把整個趨勢指標轉弱 我們做對比 也就是說這個叫50分鐘的MACD 都是正的 這是50分的WMA 也都是正的 它集結在這裡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你給MIMMAN歡樂 它來到這裡就不會跌了 它的集結在這個點162 是 所以你就等到162一定會反轉 反而是修正給你機會上傳 對 所以就是說大漲的過程裡面 趨勢指標維持正的 你根本不用走 可是一旦轉負了 你就要小心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為什麼它今天要轉負呢 其實它早就告訴你 我隨時要跌了 你說真的嗎 真的啊 我們先看左側 來 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馬斯基的一個價格 我們在三個禮拜前跟大家揭露 就是說馬斯基已經漲了一個月 它漲了一個月了 已經漲一個月了 台股的貨櫃三窮都趴在地上不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貨櫃股它的一個正常 它就是地延 它會地延馬斯基大概一個月 接下來呢 台股的航運股就開始漲了對不對 可是呢 你不要忘了 從2月28號過後 這裡是不是直接貫穿這個最大量 然後它就一路往下跌 現在是在交代什麼 交代馬斯基這個回檔 因為它破了這個主要的關卡 16410 所以你會看到今天的航運股 是走弱的 你說蛤 那怎麼辦 第一個我們講過 如果長榮的話你就看集結區 集結區落在162 相對的喔 你說我不是長榮啊 我是什麼育民啊 我是陽民啊 那我這些我又該怎麼辦 那就更簡單啊 好 更簡單 我看右側 OK 我們把時間整個拉長 我們把時間拉長 OK 目前收在16295元 對不對 對 那你就記住叫15480 那為什麼是480呢 我們就看這是今年以來 馬斯基的走勢 它這裡漲了一個月嘛 然後是不是往下做回測 這個最大量發生在15480 就是當初我們在講台積電一樣 台積電ADI就是87啊 它就一定會回87 回87肯定就會漲啊 那一樣用在馬斯基身上 它會回多少 15480 回到15480呢 它會開始大漲 所以整體上 你對航運股有興趣的 你應該等馬斯基 當它回測480 你航運股預計台積的航運股 將會再有一波的一個上漲力道 回測15480 但是不破舊機會 理論上這個要破難度很低 對 好啊 蕭老師對於航運股的觀察 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也是用這個集結區的這個 來找出支撐點 我們來看一下連電的ADR 反倒是連電應該是會 我們認為是接下來這段期間 最重要的一檔標的 為什麼 各位請看 我們剛剛看的是馬斯基對不對 好 我們再看連電 這是連電的ADR 它最大交易量包在這裡 叫1月23號 得出一條頸線 從高點往下回測 是不是守住7.98 守住7.98 目前落在8.32 這種叫攻堅 這種是標準攻堅 就是說我這裡打了兩個低點的底部 目前形成一個上揚 你說為什麼要看連電呢 好 我們來看右側 你一看就知道 當然是看連電 比方說我們把連電的ADR 台積電的ADR 連電的股價 不一樣 這是台北股市2303的連電 這是連電的ADR 這個是台積電的ADR 這是2330的台積電 你把它通通放在一起去觀察什麼 找出領先指標 不要用猜的 用眼睛看的 這個叫真實的有圖有證據 對不對 好 你一看就知道 請問整個框架裡面 最強的是誰 當然ADR 對 一定是連電的ADR 它是領先指標 它既然是領先指標 那你不就看ADR就好 ADR漲 你的連電就會掉 ADR不漲 你的連電就會跌 那我們怎麼看 好 我們來看 你就上網 好 上網到券商的網頁 就把連電抓出來 這裡叫50 對 這裡叫49 你就不要讓連電的股價 站起來52 那叫總噴出 那會漲到你不敢相信 你說真的嗎 我們來看右側 好 我們去統計 過去這一年 這一年 你用眼睛看 是不是在這一堆 對 也就是說90%以上的人 你在過去這一年 你去買進或賣出連電 你的價格會落在40塊到52 你過去這一年 不管你是買連電的 或者是你賣連電的 你的成交價會落在90% 落在40到52 所以也就是說 連電股價如果在52呢 代表說過去這一年 買連電的每個人都賺錢 每個人都賺錢 代表它是個多還是空 標準 這叫總圖 主要 這叫總突破 像這種個股呢 我覺得接下來 你主要看的就是連電 反過來講 我們要去回顧 回顧什麼 過去這幾個交易日 台股周循環走弱 對不對 所以台北股是在跌嗎 在跌的時候 你要看外資 外資買股票 我不會故意去買股票 買來讓我套牢吧 應該不至於吧 他一定說我買了會漲嘛 問題是過去三天台股 是一路下跌嘛 所以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看外資瞞天過海 他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來看 我們就把過去三天 外資針對上市上櫃公司 出現淨買超的 分別有 大神鋼 鋼書 漢翔 偉創 金元電 中鴻 金雀 一直到創圍 這些都是淨買超的 我們就直接抓 抓什麼 抓最強的 拿到五分的 又有外資買的 分別有大神鋼 漢翔 偉創 金雀 我們很快速看一下 我們先對比左側 左側是過去這五個交易日 台北股市的走勢圖 台北股市是不是一直跌 這絕對不可能是在漲 對 這一直跌的過程裡面 外資它暗度成長 它是在買什麼股票 好 你一看 這三天 過去這三天 比方說像是漢翔 它為什麼拿到五分呢 外資在過去這三天 光是在漢翔的部分 近買超就7791張 你不要忘記了 這三天股市是在跌的 然後它難道說 在跌我去買股票 讓我自己套腦嗎 我眼睛看到的是 這個股價是一路往上漲的 對 好 所以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去看 這是3月10號 這3月13號 剛剛是漢翔這個康書一樣 這3月14號 再跌的過程 人家是這麼在買的 默默的一直在買 像這種暗度成長的標的 都是緊接而來 你要站在正向去做觀察的 好 外資連賣 可是股價 外資連買可是股價 慢慢的向上漲 不畏大盤的跌視的個股 可以提醒大家 留意大老師 我們30秒介紹一下張表格 OK 特別我會在LINE ADD上面 除了剛剛講的之外 幾個族群比較重要的 一個叫軍工股 一個就是我們這週提到的 像高架股 這是外資的一個 你看它的動向 我們把它做個列表 這些個股它的一個得分趨勢 我會持續在LINE ADD上面 幫大家做最終 好 非常感謝老師老師 今天提供的訊息非常豐富 第一個重點是 貨櫃三雄音樂長榮配襲 其實快捷那麼大方 今天開高走低 行情難道就此走完了嗎 那可不一定 關注一下馬世紀後續的表現 航運股還要起航的時刻 大家看到這三天 外資站在買方的個股 我不餵大盤蝶 哪些個股默默的外資吃貨 你也可以跟著來吃香喝辣呢 在LINE ADD裡面 老師老師都準備好了 相關的這個表格 除了外資持股的操作之外 包含了軍工股跟高架股的 持股的動向跟得分表的最新變化 在LINE ADD裡面 老師老師都準備好了 同學們可以參考畫面 上面老師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相關的問題持股的方向 你在LINE裡面都可以跟老師老師 做詢問 好 聊到高架股 不得不提CHART GPT的概念股 就是創意 創意今天一度攻到亮燈漲停板 但是為什麼小創意具有 卻打到跌停呢 這族群總是不團結的 到底這樣一個產業前景 怎麼樣來做掌握 請問一下吳岳璋老師啦 休息一下 鎖定57股市同學會 我去找一些低位階的 今天待會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我們怎麼操作的策略 好 那我們先講身體大盤 為什麼今年這個基本面強的 具有獲利爆發的可以留意 難道不用擔心整體這個 市場很多都利空干擾嗎 我知道去年大家都過得 是個相當辛苦的一年 老師很多人都抓不清楚 到底今年 我知道要樂觀 可是我能夠放多少的 資金能夠在股市裡面呢 對 所以過去我們常常都用 技術分析來介紹 今天偶爾跟大家講一下 總體經濟 把我們專業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們看藍色的線叫GDP 對 然後紅色線叫CPI GDP就基本面 CPI就通膨嘛 對 所以OK 我們基本上經濟的狀況 一直都是循環 所以通常景氣上來的時候 通膨會跟得上 對 通膨上來太多又要升息 升息來壓抑通膨 對 然後基本面也會下來 然後基本面下來之後 升息到尾聲之後 是不是基本面又再繼續往上 然後通膨後面再上升 所以我們會注意到幾個事情 第一個 我們在激烈升息的背景下面 股價會有修正 對 股價修正第一階段叫什麼 估值 就是本益比較調降 對 OK 然後後來 再會有遇到什麼 經濟不好 經濟不好就是EPS的修正 我想大家去年都經歷過了 對 然後再來 這一段是不是就變成是 平價在提升 OK 所以我們對照到台股 好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首先這一段上來 航海王鋼鐵人的世代 景氣好 然後原物料一直推升 對不對 然後長榮見高點之後 是不是整個大盤進入一個橫盤 對 橫盤這個時間點是什麼 2月24號 二烏戰爭開戰 對 然後連準會開始激進升息 所以是不是大盤一路修正 所以這一段我定調叫什麼 本益比的下調 對 OK 然後本益比下調 在前半年我們就發覺 我們看股票的時候 營收明明就不錯 怎麼股價殺成那樣 對 所以很明顯叫本益比 但是到了下半年我們發覺 EPS開始不太好了 獲利開始不太好 營收開始不太好 所以這是基本面的下調 但是到這一段 這個時間點 11月3號是什麼 連準會最後一次升三馬 所以升息到這裡 我覺得是靠近尾端 對 激進升息到尾端 所以升息趨緩之後 本益比開始回升 是 OK 所以我們定義一下 這一段的行情 我們定義叫做本益比回升 因為到目前為止 很多營收也沒有表現得特別好 像去年什麼穩帽 義龍店 到現在都還是不好 對 但是股價已經漲翻天了 對 所以你看這一段本益比回升 那升上來之後 看這邊 這邊是不是疊完 是先有反彈 然後再殺 對 那這裡有沒有可能 漲上來整理 或者是先殺一下 再攻 那再攻的理由是什麼 就本益比 就是那個基本面 基本面回來了 基本面回來 本益比回升之後 下一步就基本面的向上調整 對 所以第一季我們就定義叫 本益比的回升 好 那受到本益比影響最大的是誰 就是電子族群 對 OK 所以電子族群這邊 大家常會問說到底能不能再追 對啊 這個是本益比爆炸高的 對 看到創意今天盤中還漲停板 就大家又嗨了 對 但是OK 這個地方我還冷靜下來 判斷一下 前幾天我們跟大家介紹金星科 我們就把一次排開 大家來做一個評比 首先我們看二月營收 排名第一的金星科 巨油其實也不錯 Y.O.Y 對 巨油其實也不錯 然後世新也不錯 其實創意屈居第四名 但是也65% 也是很高 OK 從累積營收來看的話 其實這幾檔都是一樣 都表現不錯 熱烈累積營收 對 但是本益比的角度 我們特別注意 巨油其實就相對高 然後當然利望就更高 但是利望一直都不在 我們的搜索名單內 對 OK 因為也太高了 大家也不喜歡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 我覺得它的本益比 並不算太高 創意跟世新本益比還算不算高 在這個族群裡面 對 因為過往我們的經驗看 大概是落在30到70倍 30到70倍 所以它現在其實在中間偏下一點點 所以說有沒有機會 我認為還是有 但是你說實際上 搭配我們前面講的 有沒有可能先做一個修正或整理 是有這個可能 所以我們就進到 個股的角度來思考這件事情 創意這一天 忽然爆一個大利空 這邊跌停 這個價格叫1080 對 1080的位階 各位看 你在這一段一直在這邊震 今天是站上來 對不對 站上來的話 如果站在1080之上 往這邊挑戰是有機會 但是有沒有可能在攻 就一定要過高之後又站上 所以我覺得機率沒這麼高 客觀來講 有機會挑戰1230 可是再向上有難度 對 所以上來的時候 我會建議做一些調節 這個地方可能會開始形成 一個整理的格局 那當然比較危險的是什麼 1080跟月線重疊 所以如果跌破1080 那可能往下 就要再找下一個支撐點 這地方提醒大家要注意 那當然現在二月制節 還是小心不錯 所以大家關注的點 就是剛剛講兩個價位 好 可是創意如果居高不墜的話 不用說它漲了 但它只要不掉下來 這個族群依然是有機會嗎 對 但是OK 以現在大盤的氛圍 我會覺得整理的機率偏高 整理機率偏高 OK 那從四星的角度算老二嘛 老二的角度過去我們觀察的位置 大概1000到1020 大概是這個位階拉過來 所以今天其實開盤是站上 然後接下來挑戰這裡 就是1050了 1050的位階你看 這一段的整理 要站上1050才有再攻的機會 但是今天收盤是收下來 所以沒有站上1050的時候 這叫什麼 創高拉回 假突破 所以假突破我們是不是 逢高應該要做一個調節 所以關鍵價位 1050這個價位守住才能續攻 大家記得這一點 如果沒有守住 那我們建議先做一個調節 然後看是把資金 先轉去別的地方 未來再轉回來 對 可能是這樣的操作策略 好 那從金星科的話 前天我們介紹 很多同學就問說 我們要怎麼買嘛 對 其實我會建議 這一段算是區間偏高有沒有 所以如果它拉回 目前的季線大概在中間的位置 所以拉回到季線附近 我覺得大概是536左右的位階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進場點 那觀察點就是上面這個 大概在582啦 對 582我用那個等約當582 因為大概581 582 583 大概是重要的位置 昨天挑戰581不過就立刻收下來 收一個黑K 對 所以這個位階是不是一樣 逢高還是要調節 懂 但是你說看不看好 現在車用的規格看起來 車用的需求一直開出來 然後再來它也打入信滑供應鏈 不過它是切入影像 不是切入伺服器 但是我覺得它的營收的成長 有沒有可能今年看到 發酵的結果 還是有 所以這部分我提醒大家 還是可以持續關注 它的營收還是有具成長空間 所以老師你就說 如果到季線附近 530附近可以做承接 可是第一階段到580 會有稍許的壓力 但假設580陣一陣之後 它突破這個區間呢 對 如果後面它是在這邊站上 可能就是下一階段 但是那個時間點 我認為可能創意 世新 這一些的族群都會跟著走 所以那個時間點 有這個訊號 需要時間對不對 有這個訊號發生的時候 大家記得 我們就資金回電子主流 好 就看這幾檔指標股 對不對 資金可以大幅的壓保在電子主流 那這一檔呢 這個小創意 具有科技 今天股價比較弱勢了 對 但是OK 因為它今天開始再處置 對啊 前面被關過一輪 所以最近很少看到 被關這麼快第二次的 對 那就它了 對 OK 結果我今天一看 20分鐘戳一次 你說難怪嘛 劉中心就整個沒了 所以今天跌下來很合理 但是其實之前我們就跟大家 有說明說本益比太高不建議 我們把它當指標來看就好了 所以這邊 這裡拉回 你說我們剛剛講的那幾個IP族群 有可能續攻嗎 從指標股的角度 我還是認為逢高應該要調節 但是拉回還是承接著機會 那我們前面講電子股 重點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電子股可能會修正 真的喔 當然不一定修正是拉回 大不拉回 有可能是整理啦 對 因為目前外資從上禮拜末期 就是聯準會一下 矽谷銀行又倒 這些事情都會干擾誰 都是電子族群 對 那電子族群受到干擾的時候 誰會跳出來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講的主題 好 我認為就目前盤勢來看的話 外資去昨天大賣嘛 然後但是今天盤勢 其實也算是熱鬧的 所以資金有可能留回什麼 我認為留回生計的機率還是很高 好 好 線索是看這一檔個股嗎 對 其實保瑞那時候我們在 古民開講介紹是在這一天 剛好講到起張點嘛 對 我印象好深刻 一路漲上來之後拉回 但是你看拉回這裡 月線是守住的 對不對 然後到這裡跌破月線 但是也是一個類似平台的區間 對不對 對 所以算是強勢整理 所以前面電子股在封的時候 他休息 這一段他休息 對 那電子股休息之後是不是換他工 結果今天他就拉出去 OK 但是他拉出去 第一個他營收真的很狂 對 上個禮拜是公佈的啦 對 年增376.9% 對 所以真的是非常狂 但是他本益比來到多少 35倍 35倍的本益比 我們就可以回頭去找 這相關的族群有什麼東西是 有什麼個股是表現不錯的 那這個當然你可不可以續追 突破前高的話有機會 對 574 但是高檔可能會震盪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守住這個 如果明天在平盤之上 還是有機會再攻 開平盤之上 明天就已經過前高了 對啊 還會再攻 有可能 有可能 OK 好 留意一下 大家可能不敢追這種 創高的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想說 有一些基本面不錯 也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這一檔大學光 大家應該比較清楚 就是大學演科 是 所以像 我有做雷射 我也是在大學光 不過聽說現在 它雷射技術更快更好 對 蜜蜜 對 蜜蜜技術 對 但是你看 這些個股都會 之前受到什麼 疫情的影響 特別是大陸去年封城 對 但是我們從現在 它營收的年徵的狀況 來看的話 二月其實年徵都三成多 然後其實十二月也三成多 一月稍微差一點 但一月是過年的 農曆年的問題 對 金數很少 但是OK 這個地方 去年十二月是歷史高 然後歷史次高 這歷史次次高 你看一二月 所以創下歷史次高 跟次次高的成績 對 所以你看一二月 其實工作天數少 所以如果回到正常 三月會不會比較高 有可能 我認為有可能 而且它這個個股是屬於 比較穩健的 它不會說大爆發 像什麼三百多倍 三百多%這種 但是三十幾% 一路穩穩的上 我覺得機會還是很高 所以你看它現在的價格 一路這樣震 其實它從 那時候我們看的時候 大概五十幾塊 五十幾塊一路漲到這裡 三百多塊到四百塊之間 大概震了兩年了 對啊 震了兩年了 這兩年 對 對 所以這樣來來回回 對 但是你看近期到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小WD的感覺 有 然後這邊是不是有機會要突破前高 突破前高 你看再往一個前高 其實三百五十三塊 其實很近 很近啊 對 那現在大家又有那個疫情解封 大陸解封的那個預期 然後加上它今年在那個台灣 甚至在大陸都有一個擴點 或是更新就點的計畫 那它的微納量會提高 那有沒有機會再往上供 我覺得機會還是有 所以它本身就很穩健 而且這幾年它的EPS步步高 但是價格卻是一直維持在這裡 所以老師它拉回就是做買進 可以的嗎 對 我覺得有機會 甚至啊 如果你講電子的資金測出來 會不會直接進到生計 進到生計它會不會直接突破這個高點 所以今天的計畫 突破這個小WD的高點 對 我會先買第一筆 那如果再突破這個高點 那我可能會再加碼 懂 有可能會是這樣的策略 好 可是這這麼貴啊 OK 那我們就講一個 平易近人的好不好 可是他未接一點都不平易近人 對 但是OK 我們來看 陳業一 陳業一他第一個 他三月營收成長性還是算 二月營收還是算OK 23%多 但是本一筆是不是相對前面 就低了一些了 OK 他幾個 他在四個角 高階醫療設備的銷售 然後浮照工廠 浮照工廠還滿有趣的 除了醫療跟食品之外 還可以切入什麼 車用 低軌衛星 浮照工廠也可以 對… 所以他們在銅鑼蓋的工廠之後 發覺好像這個東西 可能滿有機會的 對 然後再來他的直指醫療 目前跟北藝合作 對 現在開始一個人好像收三萬五吧 儀器非常貴 對 然後但是他的狀況 我們從他收入的角度來看 好 他除了銷售設備 然後還有出租 出租什麼 就是出租設備 所以他就是說我機器放你這裡 你用完要跟我拆 對 所以概念是這樣 好 所以你看這個如果提升的話 那他有沒有可能越收越多 有機會 然後再來 復康藥局 藥局就是比較穩定的 對 所以你看他有進殼工退殼手的方法 OK 那到這邊這一段走上來 走上來回測 結果你看十日線 這幾天一直震 一直震 一直震 今天五日線的時間又站回去了 有沒有可能五日線又再翻陽 又再拉一波 我覺得在這種大盤的氛圍底下 生技族群大概是不可或許 還是要注意一下 好 非常感謝吳月斬老師 電子生技族群翹翹板 那電子股相對 最近有很多的利空干擾會震盪 那生技族群有沒有可能成為 資金的避風港呢 這檔個股現行還不錯的 準備突破的 吳月斬老師剛才在節目當中 都跟大家提醒了 如果說對剛才的吳老師 所講的個股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吳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你的持股問題 或者是你對剛才講的股票 任何疑問的話 在Lineat裡面都可以做出提出 那老師有空的時候 會跟您來回覆 還有分享他的選股心法啦 廣告來聊一下特斯拉股價的回檔 但是沒關係 股女與股神相挺 好 電動車現在持續的輪動向上 真的可以勇敢的拉回版 要買誰呢 請問鄧老師 廣告回來鎖定屋氣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5G股市同學會 特斯拉股價 今年以來狂飆彈 近期回檔有沒有關係呢 沒關係 木頭姐上個禮拜加碼 6.9萬股 超過1.2億美元 最近電動車真的非常的夯 因為已經把燃油車擠到 沒有辦法生存了 大陸的燃油車 幾乎是買一送一在大降價 那麼對電動車概念股呢 是不是給長線布局拉回買呢 另外一塊是這個 美國的太空位系展台廠搶商機 3月13號到3月16號 什麼SpaceX OneWeb都會參加 台灣很多公司也有參與太空商機喔 升達科 液態 雷洋 芳新 預估訂單可騎 好 老師我想問喔 電動車概念股我今年以來一直是險學 可是我們昨天講到 肋骨非常多 輪動相當快 一下子儲能 一下充電樁 一下又是它的零組件 很難抓節奏 可是只要趨勢方向對的話 找線型漂亮的 股價未接低的 逢低布局就一定會有天同嗎 是的 我想在最近大家發覺 量就是維持在2200到2400之間 所以這個量並不是攻擊量 那也說什麼時候會有攻擊量 3000億 如果台北股市量有3000億 那就可以樂觀一點 否則都是以個股為表現 那同一個族群也是一樣的 不管電動車輪來輪去 你發覺到今天強了 明天可能休息 但是沒有關係 我說過了 大漲小回 大漲小回 進進漲 再加上現在是當充非常的盛行 所以變成投資人都不敢擺場 對啊 不敢流暢 所以短線上 你說會不會馬上展開大波段行情 不會 就是在那邊洗來洗去 那甚至於各位看 整個電動車為什麼一定不寂寞 因為電動車的題材太多了 而且才剛開始發酵 現在2023 2024 2025一定是越來越好 因為會越來越普及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龍頭的特斯拉 它這一段從101漲到217 漲了快一倍 漲了一倍 可是它回來到這個地方 剛好碰到季線 這個地方回檔的幅度 也是這一段漲幅的大概 快要50%了 所以以整個技術分析來講 我漲了一倍 可是我拉回了50% 所以為什麼會吸引說 你股神要開始來加碼 因為他們看是後面還有這一段 就是最長的主身段 以技術線型來看 所以整個後面的趨勢電動車 是不會寂寞的 只是說旋骨上就像明君 還有我們跟同學講的 集體注意一下 本硬比注意一下 線型注意一下 好 再提到整個 美國太空衛星展 我想全市場 台股就是注意這一檔 因為比較有量 對 是比較有量的 那液態量是比較少的 包括藥燈也有跨路 那個量是比較少的 對 所以就會以森達克 但是森達克 又很容易引起什麼 當沖客的人喜歡 對 因為它沖很快 我們看一下它的江坡圖好了 好 3491 直接看3491的江坡圖 看今天江坡走勢圖 你看 早上沖高 這一種就跟神准很像 昨天買的人 昨天敢買的 昨天大盤跌200點對不對 昨天敢買的 早上沖高第一個想賣 對 好 第二個 看到沖高了 會有人想要短空 因為創高 對 它短線是創高 所以有人會想當沖 然後再把它鼓回來 可是事實上 目前它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洗塵膠量 為什麼要洗塵膠量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K線 好 看一下森達克的K線 你會發現它最近這 這一根大長紅電力之後 這裡1234 都一黑一紅一黑 然後今天再創高又拉回對不對 可是這根紅K有沒有吃掉 完全沒有 沒有 為什麼要把這個量洗出來 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周K 好 看周K 因為再兩天收週限 它必須要再從今天 開始有沖量 沖出去之後 再兩個交易日 維持兩天加起來 有15000多張就夠了 所以各位看這是週量 這個週量很典型的告訴你 我這個禮拜一定會比上一週好 上一週是這一根紅K 對吧 我這一週一定會比這一根好 可是如果我要去過這裡的量 我要去過這裡的量 那你要去注意這兩根 這一根 我們把它移到這裡 這一根八月一號這一根 這一根收盤價它收162.5 但是它成交量是45690幾 對 等於說離目前來講 還差15000多張 好 再來這一根 再往前移 這裡這一根 好 再往前 OK 對 這一根收盤收174 你現在發覺到說 目前這個禮拜的 聖達科就介於這兩根 大量的一個區塊震盪 所以同學們要注意兩個 兩個價格 好 這一根大量是162.5 今天是有利手的 對吧 可是這一根174 這一根174 收盤收174 今天有突破過 但是沒有站上 但是還有兩天 所以這兩天我覺得量已經沒問題 量會過 過前面那兩根的週量 但是還要參考一個最重要的價格 是174 如果在禮拜五收週限 能夠站上174做收 那就是量價齊陽 量又是價的先進指標 那就預告下個禮拜就往上衝 好 最近量說的確個股 這個沒有辦法連續大漲 但是輪動的速度很快 那拉回收哪一些個股 你可以勇敢的買呢 就可以參考一下畫面上面 我們這張表格之外 也可以用手機掃一下 但老師大頭娃娃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相關的訊息我們看一下 第一季已經接近季底了啦 那第一季呢 最好的狀況過去了 二三世紀迎接豐收 哪一些個股可以集起直追呢 都可以跟老師來請問跟請教 這個操作策略呢 都在Line上面 會跟同學們做分享 老師 那我們動作再快 從K線來觀察 好 那我們看到鴻海呢 今天也是維持一個小紅盤 因為我說過它的週KD也是 昨天大家看過是月KD 也是是低檔交叉 週KD也是 MA CD也是 那當然看下午的法說會 它公佈如何 如果如預期來講 基本上它往上突破說 106 107最重要的關鍵 如果還有兩天收週線 能夠衝到106 107 那就是代表說我要發動了 再來普陳也是 各位發覺到它也是在 這個下降壓線一直在挑戰 對 所以昨天是不是曾經衝上去 又壓下來 可是你看一下今天 它今天又直接收紅了 來到37了 對 所以基本上它的氣圖心 也是滿強的 因為這個指標已經爬到零軸之上了 對 所以基本上低價的 宏家軍的普陳也可以特別留意 至於台半大就發覺 今天又強了對不對 對 昨天落了今天又強了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我突破了下降壓力線 這裡之前有留下一個跳空缺孔 基本上都沒有來補 都沒有來補 而且甚至有氣圖心 要去挑戰113 再給它兩天 如果連113都過的話 那真的最起碼這一段距離就有了 好 就非常熱 而且各位發現到是量一直滾出來 好 台半的部分 來這裡 好 量有真 這個量是一直在滾 有沒有 這個DF4所以很漂亮 都同步的 好 再來就是 強茂 後面有補漲機會就是強茂了 所以各位你看 我在這條切線切過來 大家可以注意說 這個點大概落在70塊整數關卡 那你當然就是在69塊附近 68塊多來買都OK的 因為基本上它是會被台半帶上去的 所以而且它機器是低的 形態也出來有沒有 所以你買在這個地方 不敢追台半的人就買強茂 好 好 介齡 好 再來各位看介齡也是一樣 整個指標也是很清楚 上個禮拜一出量就一根紅K 對 你看到今天它雖然是維持一個 十字小黑 是因為大盆開高走低 可是它還是漲的 它是漲的 所以這是非常漂亮 那等待就是後面的帶量突破 還有兩個交易日 如果能夠佔上90塊來做收 就很漂亮了 好 看我們辦法佔上90塊錢大高 再來凱美其實凱美是非常典型 已經在上個禮拜先表態 我站上這個頸線 對 這個禮拜是大盤在拉回震盪 可是我是維持在非常漂亮 然後我這兩條線就爬到零軸之上了 所以基本上凱美它也是 站在攻擊點的位置上 所以我們看今天的凱美如何 表現是不錯的 雖然是你看黑K但是就是漲 就是漲 漲幅收斂 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 各位去量這一段距離 應該到月底就會有機會 我覺得還有半個月時間 今天剛好3月15號 再來我們剛才提到 森達科的用意就是說 這個量 這週的量會過上週 來挑戰這兩根量 這兩根量對上來就是 我們要看到的這一塊 這一塊 希望可以突破 這一塊 各位要注意174 收盤站上174 下週的漲勢會很快 收盤站上174 很快攻180 甚至挑戰樂觀點200 連八顆就是要注意756這個價格 756就是這個頸線的位置區 各位可以發覺到今天是收758 對 雖然是開高走低也是收在758 還是很漂亮 浴金光其實最大的效應 就是要看下半年 為什麼 因為蘋果MR的產品 它會慢慢發酵 可是你不是等它突破414才追 好 你是利用它拉回收買 畢竟它是在光學足距裡面 本益比算低 機器也算低的 再來連衣光 它已經表態了 它是最強的 對 你會發覺這個量已經過了 上禮拜這個量就表態 所以你會發覺 連衣光目前是非常強